第一天其實在行動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想過 說我們真的真的打電話 有沒有想說第一個晚上就會被清除 那我們這一代的那個 出聲的背景就是在一個突破競技的氛圍之下 長大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影響 未來新一個世代的明星人他們出來他們怎麼看我們 對 就像我們會用我們的眼光去看上一個世代的夜白和人 他們到底成就了什麼他們的故事並會更多 對但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能夠只是單純由我們自己去定義 對 未來是不是要走這樣子的路我也不知道 對 因為那個時候野草梅剛開始 2008年的時候陳雲林來台的時候那個警察暴力的事件 那時候我以前在電視上面畫面 畫面上面當然有看過 這樣警察跟群眾的衝突 但我沒有真的看到這麼血淋淋的然後大規模的連續幾天都在發生這種 像幾乎像 對啊就像以前在看一些紀錄片以前看到那個戒嚴時期的一些畫面那種感覺 那我會覺得那很不真實 但是它又真實在發生 對啊 那參與那場運動之後其實我覺得 就那場運動是影響我後來參與很多運動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我當時候沒有參與那場運動的話 我可能對現在的這麼多的政治議題或是社會議題的敏感度不會這麼高 林非凡 二十四歲 政治研究所學生 親盟的召集人 他想請什麼來賓 啊 我思考一下馬來西亞跟蔡英明我到底比較喜歡看到誰 到處誰來晚上是在反媒體壟斷的那個脈絡裡面 那反媒體壟斷那整個運動其實我們對抗的對象就是 無非就是馬政府跟蔡英明吧 對啊 那所以那時候想找他其實也是 就是要讓他教他出來面對的意思啊 不是說真的想要跟他吃個飯 沒有 我們沒那個興趣 對啊 就是最主要就是希望 他能夠出來面對群眾的勝利 現在你說 呃 在這場運動裡面 318的這個運動 呃 那個 馬英九要跟我們見面 對啊 那坦白說 我不覺得他真的有跟我們見面的意思 對啊 對啊 那個邀約是虛的 是假的 對 因為你從他的 後來的記者會的表態 然後包含說他在 呃 邀我們 跟他對話的 後續所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朝野協商的中斷 這些都可以看得出來 馬英九沒有任何的誠意 真的要跟我們對話 對啊 那如果他當初要進來 你會同意嗎 他如果要進來的話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歡迎啊 但是 我相信 他 不敢進來 對啊 我相信他不敢進來 對啊 很多人都一直認為說 呃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重振或什麼 但我第一個我要先說的是說 呃 重振這件事情 基本上 我不認為 有錯 我覺得 年輕人 反倒應該要更多人去 投入政治 在這一點上面 我必須很誠實的跟大家講說 我認為 應該要有很多的年輕人一起投入政治 如果我們 對現在的這個政治體制是不滿的 我們認為應該要這樣子的人去投入 那你說 呃 我自己個人的選擇 會不會是 走這條路 坦白講我到現在 沒有答案 對啊 在這場運動之後 我更沒有答案 對啊 我是不是能夠 呃 坦白講我覺得這場運動裡面 有很多的壓力 跟很多複雜的情緒 然後 也會有很多的選擇 那 坦白講我到現在 沒有辦法好好的梳理這些情緒 跟我如何去面對這些壓力 我到底有沒有能力去面對 呃 這樣子的 高度的檢視 我坦白講我現在沒有 沒有答案 對啊 那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未來是不是要走 這樣子的路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嗎 在山蔣いる 在山蔣竿 已經是強大的勇敢的人 在山蔣竿 但就大聲來唱就我 祝福